高雄市长韩国瑜出访又爆失言,他脱口,阿尔卑斯山旁边向布丹,不与事无争,居民都傻傻的,随便有个面包吃就觉得自己全世界最快乐,引发各界哗然。 其实阿尔卑斯山和布丹距离有7000多公里远,月团考秋勤也酸,北七,抢当好评有一会员快注册免收费,不注册会后悔,快点我注册https-tw.adai.ly-ml924upcsu韩国瑜在香港信和集团港力酒店拜会行程时,以布丹为例说明快乐指数,仅脱口而出。 在我印象中,最快乐的国家后,大概在阿尔卑斯山旁边,像布丹,居士无争,居民都傻傻的,很单纯,随便有个面包吃就觉得自己全世界最快乐的,影片一出引发热议,除布丹旁边硬是喜马拉雅山,非阿尔卑斯山的严重口误外,韩国瑜此语也继上次爆出菲律宾英文老师是玛利亚的失言风波后,第二次引发歧视争议,对此,明月团 参考秋勤在脸书放上地图标示,并痛骂,阿尔卑斯山旁边的布丹,北七,他酸,台湾的年轻世代,快点变卖家产逃走吧,因为按照1124的结果,台湾多数民众,将会让一个超级无脑的嘴炮人,有挑战总统大选成功的机会。 即时新闻中心,综合报道看了这则新闻的人,也看了,韩国瑜行销高雄澳门抢单入贷7.3亿元韩国瑜八字呛蔡英文他赞道尽百姓新生韩国瑜不是第一人。 这四位国民党级市长也曾见过香港特首对于韩国瑜失言,考秋勤很酸北七,翻设考秋勤科抽起脸书抢当好评友宜会员快注册免收费,不注册会后悔,快点我注册https冒号双斜-tw.adai.ly-ml924upcsu 关键字韩国瑜考秋勤下载台湾苹果日报APP有话要说投稿及时论坛相关新闻